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我们现在你看上网或者生活当中两人见面 有的年轻人自我介绍 经常要用一些网络上的自我介绍用 什么意思 比方说女孩 一介绍 我是一个女汉子 男的一介绍 我平常愿锻炼 我是个肌肉控 我在救援在家里待着 我是个宅男 这都是很有时代气息的自我介绍用语 但是男女通用的有一个词 现在也很流行 男儿一见面 你没吃饭吗 我请你吃饭 你怎么这么主动 我是个吃货 你和男的有自称吃货 女的也有的是自称吃货的 就是说吃货这个词它现在绝对不是个贬义词 有点变得很中性了 那说什么是吃货 这个有技术含量 一个是你得爱吃 第二个你得会吃 有的人是光爱吃 我饭量大 我爱吃 那叫饭桶 那不叫吃货 吃货得对吃有一定研究 吃出点品味来 而且吃货的概念 不是说我们现在物质生活好了才有吃货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对美食很有研究的大吃货 这些人可以说吃出了道德水平 吃出了高尚情操 吃出了很多历史掌控 吃出了很多生活的趣味 所以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有很多出名的吃货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今天咱这期节目就给大伙说几个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大吃货 吃货不仅仅是现代人的标签 在古代也有很多传奇的吃货 炎帝神农士冒死长白草 是什么机缘 能够解决了老百姓的粮食问题 习近为人张瀚 身处动荡的社会 他为了吃 做过哪些疯狂事 名菜东坡肉流传至今 这道菜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都市和美食之间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老年故事会 历史上的哪些吃货 说头一个大吃货是谁 就是名气最大的 咱们一说说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又有个称呼叫什么 叫炎黄子孙 说何为炎黄子孙 说上古时候两个部落的首领 一个叫炎帝 一个叫皇帝 两家一打仗 最后合并了 我们就成为炎黄子孙 这个炎帝就是个大吃货 炎帝通过自己吃 不仅解决了一个中药问题 还解决了粮食种植问题 可以说责备后事 我们今天说白了用中医 还是说保证粮食生产安全 能有吃的什么的 这都跟炎帝有关系 炎 你这么过来了 这得能吃吗 好吃 好吃 炎帝 你们尝尝 炎帝 我族俗人愿意以你为首领 从今以后尊称你为炎帝 带领我族远离饥饿 兴望强盛 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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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看炎帝炎字怎么写 上下两个火 炎帝这部落 是中国各部落里最早时都用火的 他用火能把这肉烤熟了 就结束了如毛淫血的这个时代 在池上的他这研究 应该说上古的这些所有的部落首领没有比炎帝更通的 炎帝靠什么 长白草 长白草什么意思 上古时候 他部落里头的人 说我把鸟兽打来了 我有肉吃了 我采点椰果 有水果 蔬菜怎么解决 人类不会种植 就到这森林里头草原上找 说这个草是蔬菜 我能吃 而且还有蘑菇 可是那时候自然界这些东西 人类不会鉴别 吃着吃着就中毒了 就毒死了 这炎帝也就是神农士一看这不行 自己的子民死的太多 我得神仙师祖 我来尝 我来吃 我来尝 别尝 万一有毒怎么办 放心吧 这世间的白草 我几乎都尝遍了 早已百毒不清了 这棵小草都不到我这 怎么样 可以入药吗 我一吃没事 你们大伙都能吃了 我一吃这个菜 吃完了 浑身难受 大伙想办法给我解毒 当然这也说神农士能耐大 据说最后吃着完吃着脸都绿了 他根据自己的尝这些 发现哪个东西还有治病的功效 哪个东西能解毒 哪个东西能阵痛 这是牛尾草 研磨之后可以吃外伤 这个呢 水边香 醉医去活 后来根据这个 写了中国最早一本艺术 叫神农本草经 这是中医方面的 后来他一点点的 尝这个尝那个能不能吃 他发明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种植业的学问 哪是那会儿的小孩 那小孩那会儿也不上课 就玩 那小孩那就是玩什么呢 你看那葫芦籽啊 我们都知道葫芦籽生命力很旺盛 搁这儿也能长 搁那儿也能长 两小孩就比 咱们把这葫芦籽搁地上栋上 你看谁长得快 谁那接着葫芦大 盐帝一看真好 咱们就把我 比方我一尝这个 这是玉米 一吃好吃 而且无毒 那我就试试玉米种子我留下来 然后我主动来种 把它种熟以后 长起来 收割下来 留下来 这过冬的粮食不就有了吗 盐帝根据副的花能种植 就是中国最早的农业 咱开始主动留种子来种植 这作物熟了咱还有火 把它烤熟了什么的 这人类粮食的问题就有保障 所以神农是中国历史上农业老祖宗 为什么叫神农 他因为他是个大吃货 各种东西 他这味道啥分辨得非常好 而且自身的免疫力也强 可是再怎么着 瓦罐难离井口破 将军难免震前亡 有一天他在山上 看着有株野草 尝尝吧 这下吃些坏了 无药可救的断肠草 他死死在这上 神农 就是成龄在吃上 你怎么了 死也在吃上 我是时候到了 你别胡说 不会的 你是神农 你可以治好天下所有的人 怎么会治不好自己的病呢 不许你胡说 没有用的 我 我常年了白草 身体的毒素 早已经到了我发控制的地方 当然有人说你说这个是上古神话传说 咱们再说一个吃货是有历史典籍实在记载的 这个吃货吃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它是个吃货 它躲过了杀身之货 这人是谁呢 西晋时候的一个文人 叫张汉 汉林院的汉 这个张汉历史上自记英 季节的记 老英的英 说这个人是个吃货 平常在家天天琢磨 做点肉 炖点菜 对美食很有研究 他的文学水平也很高 而且这个人生性特别随意 就是我今天一高兴我干点这个 一高兴干点那个 也没有规划 包括他后来进了西晋当时的都城洛阳 他到洛阳来 这个时候西晋正赶上比较乱的时候 晋慧帝司马中已经被软禁起来 软禁他的是他的家族人 叫齐王司马炯 司马炯当时控制朝廷大权 没当皇帝 但是权力都在他 这司马炯以前就听说过 说有个张汉的文笔很好 听了不得 正好张汉来洛阳经人介绍 这个人有大才 我要重用他 为啥 他想占据皇位 非得有四梁八柱帮他 就这么他把张汉笼络到身边 要封他什么官 要封他大司马东朝院 什么意思 大司马在过去是部队的最高长官 东朝院相当于成像 可不是说他这俩官都给了 是什么意思 你是辅佐军队最高将领的文官 这你相当于这个大将军的成像 说白了 文武大权 你一把装 这可以说对于刚进官场人来说 莫大的荣耀 可没想到这张汉挺有意思 这个司马炯刚露出这意思不长时间 这张汉在洛阳待着 有一天跟朋友到黄河边溜达 这时候秋天到起了西风风一光 张汉看到这黄河水 看口气 哎呀 我得回家 你回家干嘛 这个季节啊 正是我们老家呀 那炉鱼啊 产量上来了 打着炉鱼 这炉鱼这时候炖的齿味道是最美的 而且这时候老家的野菜呀 成熟了 这炖炉鱼往里放野菜啊 哎 简直说这口水都用 我不行 我得回老家吃这玩意 结果跑到这个司马炯府上 那司马炯的狼爷 我不能在你这做官了 我得回家 你回家干嘛去 炉鱼那野菜 我得回吃这个去 把这司马炯听都挺傻的 有你这么没溜的吗 封你当这么大官 你回去 哎 王爷 你得答应我 蝉虫上来了 我是个吃货 司马炯一看也别强求他了 把他放过去 就这么张汉 回老家吃这炉鱼去了 有人说这个人可真是个吃货 其实张汉是有智慧 他走后不久 七八九 王爷不服司马炯 七里咖啥 倒干了 司马炯就杀了 就是其实张汉这时候也看明白了 你打我 我打你 他是重用你 可一旦他要倒霉了 你跟着吃瓜烙 你也得死 所以其实他是吃货不假 借着吃为理由 所以这是一种人生智慧 后来星期几一携手水龙音 里边有这段 还专门提到张汉张继英 说西鹏进继英归位 这时候西鹏起来了 张继英是不是回来了 也是在这里暗藏着 说张汉有人生智慧 后来有个成语就从这出来 叫存炉之思 就比喻思念家乡 存是什么 草头各个纯粹的纯野菜的意思 炉 炉鱼的炉 想家乡的炉鱼野菜 存炉之思 就张汉这个大吃货借助这个事保全了性命 躲过啥事之祸 那么我下边给大伙说这吃货 比前边我们说的都高 就是他真真正正以吃为乐趣 还发明了很多吃的方法 一些流传千古的美食 这人谁 苏东坡 苏东坡大家都熟悉 那是北宋第一流的大文豪 这苏东坡 他作为一个吃货 是怎么来的 可以说是跟他的围观经历 有直接关系 苏东坡几乎吃遍天下美味 走哪吃哪 他的仕途前半生顺风顺水 可是后半截倒了没了 一会被皇上扁这 一会被皇上扁那去 扁的地方往往很荒凉 所以苏东坡吃了很多当时的人不敢吃 没见过的一些东西 你比方说吃蛇 吃青蛙 吃果子梨 这都从苏东坡开始 没有他不敢吃的 他21岁的时候 他爸爸苏老全苏群 带着他和他弟弟苏哲 苏氏三杰 从老家梅山出来 到这个都城当官 朝廷马上就要大笔了 为父想带你们进京赶考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一下 明日启程 那个时候 一来欧阳修 唐总把大家 欧阳修看了苏氏的事 哎呀 现在才好 你这样的大才 皇上就该重用你 就那个时候苏东坡财气 整个京都都马上 就成了大众偶像 可是正要开始自己仕途的时候 他母亲死了 按过去 母亲死 回去得守孝三年 这三年可不是现在的三年 那是一年是九个月 说白了守孝三九二七个月 后来到大清水馆 这叫丁优 得回家守孝去 公元1057年4月8日 苏氏母亲病逝 苏氏苏哲回乡丁优 27个月 再回来说世道变了 他的老师欧阳修不得要抽了 王安石上来 王安石立主变法 他是革新派 欧阳修是守旧派 被王安石给排挤的都不行了 而守旧派另一个领袖崛起司马光 所以这时候欧阳修不得要抽 而苏东坡念旧来了之后还力挺自己老师 王安石这派对他很不满 世上固然没有实权实美之法 但既之其弊 就必于改之而厚安 绝不能袖手旁观 任灾祸滋生 子朕啊 踢得好啊 子朕 子朕 揍得好啊 这祖宗之法不能变 军师公 晚辈不敢苟同此 自古以来 天下无尽善尽美之法 怎么能不改呢 你你究竟还是敬 知道 苏氏无党 哼 子朕啊 我万没想到 你竟屡次非难心法 死马光之党也 我 教官呢 在这个都城里呢 他有点待不下去了 他向皇上请示 我呀 离开都城我当官 上哪呢 浙江湖州当之州去 苏氏 接纸吧 是 张公公 皇上命我到杭州任通判 是贬我呢 还是生我 咱家不知 苏大人 南方风暖 不似汴京水寒 你还不尽快上任呢 多谢公公 那走的时候呢 他这不也得给皇上 得写个东西啊 就上任你的感想 你怎么治理 忽州 可是苏东坡文人脾气犯 他对王尔什这伙子看不惯 认为他们把咬乱祖龙之法令 到处生事 所以他在给皇上上书的过程当中 发牢骚 他怎么发牢骚 他说呀 你陛下呀 既不实实 就你知道我呀 笨 不能跟人这形势 难以追陪新进 就难以跟这些年轻人啊 新生力量啊 跟他们在一块干事 然而查其老不生事 或能牧羊小民 就是您知道我呀 苏大了 但我不生事 我不惹事 或能牧羊小民 或者你给我派到地方去 我能给老百姓当个父母官 结果这个辫子被当时的这些御史 阎官御史监察人抓住了 说干啥 你这是对政策不满呢 你这对当今皇上有意见的 你对新政充满着抱怨的 干嘛 你这很反动啊 政治不正确 所以当时呢 御史把他苏东坡抓起来 请示皇上 弄到御史台审问他 苏氏 观八月十五日前唐朝 这首七诀 分明是在讥讽圣上兴修水利 如果谈到水 便要和圣上兴修水利联系起来 那天下人就变成哑巴算了 休要狡辩 你既留班的两首诗 那既天下读书制 还有何面目望成圣人之徒 苏某奇怪 我大宋以文采风流孝傲前人 却不知为何堂堂支建院御史大人 却都是尸盲 这御史台这个地方呢 种了很多百树 百树上面呢 有很多乌鸯 所以这地方就叫乌台 这就是位于京都汴梁城的 御史台监狱 也称乌台 苏氏已安 因师而起 故未知乌台师安 结果这事 皇上最后呢 倒没怎么处分苏东坡 死罪饶国 活罪不免 给他扁哪儿去了 扁到湖北黄州 就现在湖北黄岗县 扁到黄岗县 从这开始苏东坡仕途是倒霉了 经常被往下扁 起了一下落下 起了一下落下 可是到了这个黄州呢 苏东坡呢 心里非常苦闷 得找点乐 怎么找乐 他爱吃 尤其爱吃肉 苏东坡到这一看 说这个地方这个猪肉太好吃了 可是价钱怎么这么便宜 他后来这写文章里说吗 说是黄州好猪肉 价钱如泥土 就太便宜了 所以他就根据这猪肉这么便宜 我天天吃 但天天吃也吃腻了 我琢磨几种新华样 东坡肉就是他在那儿琢磨出来 当然后来他是到杭州做官的时候 做好了东坡肉 给修苏滴的这些老百姓吃 出了名了 但是东坡肉 就是那时候他在黄州发明 先用猛火炙烧肉皮 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 可以长时间炖制 仍保持静韧的口感 红色是外观的标签 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 可以找糖色 加老抽 也可以借助红须乳或豆腐乳 各家有自己的方法 到后来他这扁的越扁越往南走 然后到惠州 就现在广东惠州 到后来又到了海南岛 那会儿给扁的海南岛是仅次于全家超战 因为当时的海南不是现在国际旅游岛 三亚还有什么美的不得了 那个地方荒芜人烟 住的都是土著 说把给他扁的那儿遭了大罪 但是苏东坡能苦中作乐 我到这来 我得吃 一看这地方没猪肉 我找这个婚姓 没猪肉这地方有海鲜 就中国历史上要说文官最早吃海鲜的恐怕就是苏东坡 他在这发现有牡蛎 就生蚝 现在咱说探烤生蚝多好吃 那会儿当地很多人不敢吃这玩意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苏东坡我尝尝 我自己琢磨割点盐烟 回头我再烤 他当时吃这好吃 吃完了之后高兴了 他那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东坡志林 里头全是吃的 他同时给自己儿子写信 干啥 你呀 千万别说你爹我在这吃这些好吃的 我怕这个京都里有些当官的 也想吃这好的 到这来顶我位置 把我弄回去 其实他谁能跑天海角的地方 穷乡屁壤顶他 所以他在那吃这牡蛎 咱们牡蛎的都知道 叫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现在这都好东西 苏东坡最早尝这一口来 而且他顶替不了肉 这地方没猪肉怎么办 问当地人 当地人说我们这也吃别的肉 吃啥 比方说蝙蝠的肉 果子驴的肉 小老鼠的肉 苏东坡说行 都拿来我做 我尝尝 苏东坡这点有广东人的范 没他不敢吃的 他又是四川人 在惠州广东待过 又在海南待过 海南这地方 后来海南的 现在叫丹县 当时叫丹州 所以苏东坡在那儿 又吃了不少好的东西 他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 就是通过吃 来排遣内心的苦闷 他要在苦闷的生活当中 找到一点人生的乐趣 能够有这种乐观精神 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父亲 天色江湾 点上灯再看吧 没有油了 父亲莫愁 太守张中 又送来一碗豆油 这真是太好了 为父自来海南 一转论语已经驻完 上书已过大半 驻完这两本书 老夫就心无怪了 父亲的一句话 使孩儿终于明白了 父亲为何永远也贬不到 因为不论在哪里 不论环境 多么恶劣 父亲总会找到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后来苏东坡 有首六言的诗 怎么写的呢 叫心如以灰之梦 深似不细之舟 就是我这心 已经心如稿灰 肯枯萎了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处境 后来他说他儿子 说世人尽道聪明好 我被聪明害一生 但愿无儿虞且鲁 无灾无难道共青 你可别聪明 你胡咯啪嘟嘟的 别像我这么聪明 这时候他心里头已经 对这仕途没啥喜好 我这人就像那小船似的 都没有码头靠着 没有记得哪块 说底下有个毛 没有 到处游荡 叫心如以灰之木 深似不细之舟 温武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说我这一辈子干啥了 我有什么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刘芳这仨地统 他意思是 我那些诗词歌父都不足语 我刘芳这些年 到各个地方吃遍天下美食 这是我一辈子干的最快乐的事 他把这个当做人生给达到去 当然 我们得佩服苏东坡这种乐观精神 更要佩服他作为一个吃货 在美食当中找到了 前行下去的动力 这也是人生遇到挫折之后 一种非常聪明的排线的方法 所以我们得为中国历史上 这些吃货叫好 他们活出了乐趣 吃出了青草 老年故事会是由小脑电动车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咋磨搁点盐盐盐盐盐盛 回头我再考 他当时吃着好吃 吃完了之后高兴了 他那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东坡之林 里头全是吃的 他同时给自己儿子写信 干啥 你千万别说你爹我在这吃这些好吃的 我怕京都里有些当官的 也想吃这好的 到这来顶我位置 把我弄回去 其实他谁能跑天海角的地方 穷乡屁壤顶他 所以他在那吃这牡蛎 咱牡蛎的都知道 叫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现在这都好东西 苏东坡最早尝这一口的 而且这个他顶替不了肉 这地方没猪肉怎么办 问当地人 当地人说我们这也吃别的肉 吃啥 比方说蝙蝠的肉 果子驴的肉 小老鼠的肉 苏东坡说行 都拿来我做我尝尝 苏东坡这点有广东人的饭 没他不敢吃的 他又是四川人 在惠州广东待过 又在海南待过 海南这地方 后来海南的现在叫丹县 当时叫丹州 所以苏东坡在那儿 又吃了不少好的东西 他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 就是通过吃 来排遣内心的苦闷 他要在苦闷的生活当中 找到一点人生的乐趣 能够有这种乐观精神 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父亲 天色将晚 点上灯再看吧 没有油了 父亲莫愁 太守张忠又送来一碗豆油 这真是太好了 为父自来海南 一转论语已经读完 上书已过大半 读完这两本书 老夫就心无怪了 父亲的一切话 是孩儿终于明白了 父亲为何永远也贬不到 因为不论在哪里 不论环境 多么恶劣 父亲总会找到 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后来苏聪泊有首六言的诗 怎么写的 叫心如以灰之梦 深似不细之舟 就是我这心 已经心如搞灰 可枯萎了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处境 后来他说他儿子 说世人尽道聪明好 我被聪明害一生 但愿无儿愈且鲁 无灾无难道共青 你可别聪明 你胡了八度的 别像我这么聪明 说这时候他心里头已经 对这仕途没啥喜好 就我这人 就像那小船似的 都没有码头靠着 没有记得哪 或者说顶下有个毛 没有 到处有它 叫心如以灰之木 深似不细之舟 问武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说我这一辈子干啥了 我有什么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流放这仨地方 他意思是 我那些诗词歌父都不足取 我流放这些年 到各个地方吃遍天下美食 这是我一辈子干的最快乐的事 他把这个当做人生一大段 所以这是一种人生智慧 后来星期几一 携手水龙音 里边有这段 还专门提到张汉张继英 说西鹏进继英归位 说这时候西鹏起来了 张继英是不是回来了 也是在这里暗藏着 说这张汉有人生智慧 后来有个成语就从这出来 叫存炉之丝 就比喻思念家乡 存是什么 草头各个存粹的存 野菜的意思 炉 炉鱼的炉 想家乡的炉鱼野菜 存炉之丝 就张汉这个大吃货 借助这个事保全了性命 躲过啥事之祸 那么我下面要给大伙说这吃货 比前面我们说的这都高 就是他真真正正以吃为乐趣 还发明了很多吃的方法 一些流传千古的美食 这人谁 苏东坡 苏东坡大家都熟悉 那是北宋第一流的大文豪 这苏东坡 他作为一个吃货 是怎么来的 可以说是跟他的围观经历 有直接关系 苏东坡几乎吃遍天下美味 走哪吃哪 他的仕途前半生顺风顺水 可是后半截倒了霉了 一会被皇上扁这儿去 一会被皇上扁那儿去 扁的地方往往很荒凉 所以苏东坡吃了很多当时的人不敢吃 没见过的一些东西 你比方说吃蛇 吃青蛙 吃果子梨 这都从苏东坡开始 没有他不敢吃的 他21岁的时候 他爸爸苏老全苏荀 带着他和他弟弟苏哲 就苏氏三杰 从老家梅山出来 到这个都城当官 朝廷马上就要大笔了 为父想带你们进京赶考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一下 明日启程 那个时候 一来欧阳修 唐宗把大家 欧阳修看了苏氏的事 哎呀 写的太好了 你这样的大财皇上就该重用你 就那个时候苏东坡财气整个京都都满了 就成了大众偶像 可是正要开始自己仕途的时候 他母亲死了 按过去母亲死 回去呢 得守校三年 这三年可不是现在的三年 那是一年是九个月 说白了 守校三九二七个月 后来到大清守馆 这叫丁优 得回家守校 公元1057年4月8日 苏氏母亲病逝 苏氏苏哲 回乡丁优 27个月 我大宋以文采风流 孝傲情人 却不知为何堂堂支建院 御史大人 却都是师盲 这御史台这个地方呢 种了很多柏树 柏树上面呢 有很多乌鸦 所以这地方就叫乌台 这就是位于京都汴梁城的 御史台监狱 也称乌台 苏氏已安 因师而起 故未知乌台师安 结果这事皇上最后呢 倒没怎么处分苏东坡 死罪饶国 活罪不免 给他扁哪儿去了 扁到湖北黄州 就现在湖北黄港县 扁到黄港县 从这开始 苏东坡仕途是倒霉了 经常被往下扁 起了一下落下 起了一下落下 可是到了这个黄州呢 苏东坡呢 心里非常苦闷 得找点乐 怎么找乐 他爱吃 尤其爱吃肉 苏东坡到这一看 说这个地方 这个猪肉太好吃了 可是价钱怎么这么便宜 他后来这写文章里说 说是黄州好猪肉 价钱如泥土 就太便宜了 所以他就根据这猪肉这么便宜 我天天吃 但天天吃也吃腻了 我琢磨几种新华药 东坡肉就是他在那儿琢磨出来 当然后来他是到杭州做官的时候 做好了东坡肉 给修苏第一的这些老百姓吃 出了名了 但是东坡肉 就是那时候他在黄州发明 先用猛火炙烧肉皮 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 可以长时间炖制 仍保持静韧的口感 红色是外观的标签 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 可以炒糖色 加老抽 也可以借助红须乳或豆腐乳 各家有自己的方法 到后来他这扁的越扁越往南走 然后到惠州 就现在广东惠州 到后来又到了海南岛 那会儿给扁的海南岛是仅次于全家超战 因为当时的海南不是现在国际旅游岛 三亚还有什么美的不得了 那个地方荒芜人烟 住的都是土著 说把给他扁的那遭了大罪了 但是苏东坡能苦中作乐 我到这来我得吃 一看这地方没猪肉 妈 我找这个荤芯 没猪肉 这地方有海鲜 就中国历史上要说文官最早吃海鲜的 恐怕就是苏东坡 他在这发现有牡蛎 就生蚝 现在咱说炭烤生蚝多好吃 那会儿当地很多人不敢吃这玩意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苏东坡我尝尝 我自己琢磨搁点盐盐 回头我再烤 他当时吃这好吃 吃完了之后高兴了 他那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东坡之林 里头全是吃的 他同时给自己儿子写信 干啥 你千万不信 苏东坡最早尝这一口的 而且这个他顶替不了肉 这地方没猪肉怎么办 问当地人 当地人我们这也吃别的肉 吃啥 比方说蝙蝠的肉 果子驴的肉 小老鼠的肉 苏东坡说行 都拿来我做 我尝尝 苏东坡这点有广东人的范 没他不敢吃的 他又是四川人 他在惠州 广东待过 又在海南待 海南这地方 后来海南的 现在叫丹县 当时叫丹州 所以苏东坡在那儿 又吃了不少好的东西 他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 就是通过吃 来排遣内心的苦闷 他要在苦闷的生活当中 找到一点人生的乐趣 能够有这种乐观精神 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父亲 天色将晚 点上灯再看吧 没有油了 父亲莫愁 太守张中 又送来一碗豆油 这真是太好了 为父自来海南 一转论语已经驻完 上书已过大半 驻完这两本书 老夫就心无怪了 父亲的一切话 是孩儿终于明白了 父亲为何永远也贬不到 因为不论在哪里 不论环境 多么恶劣 父亲总会找到 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后来苏东坡 有首六言的诗 怎么写的 叫心如以灰之梦 深思不细之舟 就是我这心 已经心如搞灰 肯枯萎了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处境 后来他说他儿子 说世人尽道聪明好 我被聪明害一生 但愿无儿愈且鲁 无灾无难道共庆 你可别聪明 你胡了八度的 别像我这么聪明 这时候他心里头已经 对这仕途没啥喜好 就我这人 就像那小船似的 都没有码头靠着 没有记得哪 或者说顶下有个毛 没有 到处游荡 叫心如以灰之梦 深思不细之舟 问武平生工业 黄州惠州丹州 说我这一辈子干啥了 我有什么工业 黄州惠州丹州 流放这仨地方 他意思是 我那些诗词歌父都不足取 我流放这些年 到各个地方吃遍天下美食 这是我一辈子干的 最快乐的事 他把这个当做人生 你当下去 当然我们得佩服 苏东坡这种乐观精神 更要佩服他作为一个吃货 在美食当中 找到了前行先续的动力 这也是人生 遇到挫折之后 一种非常聪明的 排遣的方法 所以我们得为中国历史上 这些吃货叫好 他们活出了乐趣 吃出了青草 老年故事会 是由小脑电动车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出了很多历史掌控 释出了很多生活的趣味 所以中国历史上 也同样有很多出名的吃货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今天咱这期节目 就给大伙说几个 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大吃货 吃货不仅仅是现代人的标签 在古代也有很多传奇的吃货 炎帝神农士冒死长白草 是什么机缘 让它解决了老百姓的粮食问题 习近为人张汉 身处动荡的社会 他为了吃 做过哪些疯狂事 名菜东坡肉流传至今 这道菜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都市和美食之间 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老年故事会历史上的哪些吃货 说头一个大吃货是谁 就是名气最大的 咱们一说说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又有个称呼叫什么 叫炎黄子孙 说何为炎黄子孙 说上古时候两个部落的首领 一个叫炎帝 一个叫皇帝 两家一打仗 最后合并了 我们就成为炎黄子孙 这个炎帝就是个大吃货 炎帝通过自己吃 不仅解决了一个中药问题 还解决了粮食种植问题 可以说责备后事 我们今天说白了用中医 还是说保证粮食生产安全 能有吃的什么的 这都跟炎帝有关系 炎 你这么过来了 这得能吃吗 好吃 好吃 你们尝尝 炎帝 我族俗人愿意以你为首领 从今以后尊称你为炎帝 带领我族远离极恶 兴望成胜 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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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你看炎帝炎字怎么写 上下两个火 炎帝这部落 是中国各部落里最早时都用火的 他用火能把这肉烤熟了 就结束了如毛饮血的这个时代 在池上的他这研究 应该说上古的这些所有的部落首领 没有比炎帝更通的了 炎帝靠什么 长白草 长白草什么意思 上古时候他这个部落里头的人 说我把这个鸟兽打来了 我有肉吃了 我采点椰果有水果了 蔬菜怎么解决呢 那是人类不会种植这个 就到这森林里头草原上找 说这个 就必于改之而厚安 绝不能袖手旁观 任灾祸滋生 子战啊 踢得好啊 子战 子战 揍得好啊 这祖宗之法不能变 军事工 晚辈不敢苟同此 自古以来天下无尽善尽美之法 怎么能不改呢 你 你究竟还是贱 知道 苏氏无党 哼 子战啊 我万没想到 你竟屡次非难心法 死马光之党也 我 教官呢 在这个都城里呢 他有点待不下去了 他向皇上请示 我呀 离开都城 我当官 上哪呢 浙江湖州 当之州去 苏氏 接纸吧 是 张公公 皇上命我到杭州任通判 是贬我呢 还是生我 咱家不知 苏大人 南方风暖 不似汴京水寒 你还不尽快上任呢 多谢公公 那走的时候呢 他说也得给皇上 得写个东西啊 上任你的感想 你怎么治理胡州 可是苏东坡文人脾气犯 他对王尔什这伙子看不惯 认为他们把 咬乱祖宗之法令 到处生事 所以他在给皇上上书的过程当中 发牢骚 他怎么发牢骚呢 他说呀 你陛下呀 人气愚不实实 就你知道我呀 笨 不能跟人这形势 难以追陪新进 就难以跟这些年轻人啊 新生力量啊 跟他们在一块干事 然 查起老不生事 或能牧羊小民 就是您知道我呀 岁数大了 但我不生事 我不惹事 或能牧羊小民 或者你给我派到地方去 我能给老百姓当个父母官 结果这个辫子 被当时的这些御史 阎官御史监察人抓住了 说干啥 你这是对政策不满呢 你这对当今皇上有意见了 你对新政充满着抱怨了 干嘛 你这很反动啊 政治不正确 所以当时呢 御史把他苏东坡抓起来 请示皇上弄到御史台审问他 苏氏 观八月十五日前唐朝 这首七诀 分明是在讥讽圣上兴修水利 如果谈到水 便要和圣上兴修水利联系起来 那天下人就变成哑巴算了 休要狡辩 你既留班的两首诗 那既天下读书之人 还有何面目望成圣人之徒啊 苏某奇怪 我大宋以文采风流孝傲情人 却不知为何堂堂支剑院 御史大人 却都是尸盲 御史台